HELLO 各位觀眾朋友大家好我是小蘭 今天要來跟大家聊的是這個暗影師章的史卡Shadowverse Evolve 那近期我有去弄一些設備 然後之後應該比較好的可以去分享一些實體卡的東西給大家 那可能就會有SVE、航海網跟之後也許有機會會有UA 那今天要來跟大家聊的這副牌組是我自己玩最多的超越 全台灣應該沒有人拿超越去打比賽的次數比我自己在這邊多了 那會有兩場的部分是之前在店家賽的時候 整球對手同意之後去做錄製的 那廢話不多說我們就來看一下現在這個超越的配置應該怎麼打吧 那這邊我們第一把打到的是馬娘 那馬娘在這半年來都是賽場上面的算T1最前面的一兩個選擇 一直都還是這樣子 我們對到這個馬娘牌組比較難打的可能會是在大和福特加那波 能不能夠順利的解掉 或者說那一層至少你要處理掉一隻 然後下一層能不能把兩個東西第二波的這個大和福都給解掉 那都能解掉其實馬娘就是能贏的 那這把我們是後手對方骰子骰銀先手 兩費的地方先做了特別周翻東傷 那我們後手第一個這個企鵝有出來 那對方是用東傷加這個一打二兩個一起解 然後兩滴選擇往臉上走上來這個特別周 然後就是前面比較容易敲到的傷害 這通常都是正常吃 那我們三費過來 剛有抽到第二張的企鵝 所以企鵝就是基本上就是再做一波 因為前面的地方能夠做這些東西就是最好的 先把因為這個史卡的超越法 應該說史卡的充能 他是靠墓地裡面的法術張術去做堆疊 所以前面需要去做大量的抽率 不論是用爆牌或是用企鵝、貓頭鷹這些東西去做氣牌 都是蠻重要的選擇 那這邊再氣 他的效果就是橫置的時候七一抽一 那進化的時候本身 他能夠讓這隻企鵝再次站起來 也就是等同於說你用2加1費的進化之類的 你可以去做兩輪的這個抽率 然後再加上一張一打二法師的馬娘卡片 去把對方的特別咒給解掉 那氣牌本身體質25非常非常不錯 會讓整個這個場面 他對方並沒有辦法這麼輕鬆的去做解場 那前面他一開始是沒有去做調度的 稍微思考了一下 感覺前面沒有調度 沒有減陣有 有那個 特別咒我覺得有可能是有大盒在手上 所以就必須得要把這個場面都給先盡可能做出來 不過對方這邊試費空過 我猜可能是手上只有一組大盒服 然後不希望直接裸下大盒被解掉 但他這個空的這試費 就給了我很大的空間 如果這個位置是打出龍進閃耀 或者是用這個素質等等的東西去做解場的話 其實對我來講都反倒是比較困難一點點 那這邊試費梅林下下來 應該是拿繼續去做抽率 因為對方這個位置並沒有好的東西 沒有好的東西出來 我們就是趕快去做抽率 把第二張的這個梅林給抽上來 因為抽第二張梅林上來 我們才有機會面對他第二波的大盒伏特加 因為第一波的話 我們現在這個場面加上手上的法術 已經可以去做應對了 那橫置屁爾把三抽二命運指引給棄掉 之後再搭配進化點以及是費用去進化 那進化的時候發抽二 梅林的效果就是進化的時候 你能夠選擇墓地裡面的三費以下的法術 一張能夠去做這個施放跟使用 那我們這邊抽二上來沒有費用 對方這邊大盒服 果然是手上扣大盒服 但只有一套所以他不願意剛剛那個位置 先丟一套出來 其實他剛如果直接先打一張出來的話 對我來講壓力也還好 因為這樣我可能會覺得他有第二組 可是反正這隻大盒我是一定解的掉 而且他沒有辦法把我場上這隻企鵝給弄掉 好那在前面一輪的氣牌之中 這個墓地之中是有氣魔女雷擊的 所以我是可以進化梅林去發魔女雷擊 那其實可以同樣做到差不多的抽率 可以利用梅林拿那個光明之路 然後用氣惡器光明之路抽二 然後梅林進化 這樣我等同是 綠三張牌 跟我現在做的事情其實是相類似的 那這邊稍微去做思考 他在想要拿什麼出來 他選擇拿了減陣 拿減陣也是正常的操作 因為基本上大盒服那一波就是 大盒拿減陣然後福特加然後減陣 兩隻拿突進 看他要站著還是往前衝過去 不過這個位置我們的場面其實是有點不錯的 所以他可能是需要考慮稍微解個場 但這邊就是要稍微思考一下 因為其實他如果減陣完兩隻站著的話 我反而是比較容易會難解一點點的 等於說我必須要有兩張法術 都要對應到 就是我可能需要一張 雷吉加上白雙總共加起來要有兩張 才能夠去對這個東西 那如果都有的話 他這把其實就幾乎等於直接爆開了 因為我場上是站著一隻梅林去做這件事情的 對他來講 他的壓力是很大的 那這邊減陣出來了之後 兩隻都選擇去撞企鵝 因為他不願意讓我再去堆疊 快速的堆疊這個進度了 兩隻都撞完之後 這波大和福特加就一點都不可怕了 因為這波撞完了等同於我 絕對100%可以把這個大和福給解掉 因為一個三血一個兩血 那就非常非常簡單 那我打出第二張的梅林 這邊再拿一張光明之路出來 這邊選擇拿光明之路是因為 墓地之中已經有魔衣雷擊了 然後也有這個足夠的法術量了 我們就直接拿光明之路出來 那等一下在回合結束的時候 能夠利用爆牌的效果把它給全部拿上來 那這邊要進化的話記得 你要先進化 要噴的話要先噴大和 因為大和 在對方的回合之中 他一樣有減 第一張法術一費的這個效果 就不知道有沒有機會被其他東西給 可以處理到 那那個 這是一個好習慣了 雖然在這個環 這個狀況底下似乎是沒有差的 但還是要做 OK 那這邊這個梅林居然可以敲到頭 那我們有 應該是八張的手牌吧 有必須得要棄 有九張手牌 那就棄兩張光明之路抽兩張 那這邊的充能數是來到九了嗎 因為我放這樣子就是第九張 然後還要再棄 這樣還要再棄一張 想一下棄什麼 這位置 因為梅林其實已經打兩張了 因為已經打兩張了 然後那個 企鵝也是兩張了 所以 後續的東西 就要稍微看一下這個補拍的部分 再來就是要等 狗狗出來 等那個魔言回昧者出來 然後 可能 不管是利用連鎖呼喚去找 或者是 再進化第三張梅林等等的 都還不錯 都還是一個不錯的選擇 那這邊他米玉點掉了我們的梅林 然後稍微看一下他的牌 那個 墓地堆 墓地堆現在八張 然後 有大盒嗎 主要是因為又噴大盒進去了 所以這個米玉 可以的話可能不要亂解 會好一點點 就是要想一下怎麼去解比較好 那他這裡 所以 加一攻 抽一張牌之後 狠自守護 其實他這裡 認真講他也不需要守護了 因為面對 面對巫師的牌組 你沒有什麼 守護的必要 因為這隻米玉大概率是會有 大概率會回到牌庫頂的 那這邊再過來 這 我稍微先補個血 等他看看他有沒有第二波的大盒伏特甲 但因為 其實 就算有第二波 其實比較難有第二波 因為他剛有一張噴掉了 這邊過來 還有三費 那這隻我打算不解了 因為我去解他的話 就有機會讓他拿大盒回來 那他手上其實是有可能有伏特加的 只是我不想 讓他有這樣子的機會 那橫自氣回連鎖之後 第三張的企鵝進化 這邊是 這把是企鵝都有進 有企鵝都有進 有企鵝都有進 進度就會夠快 我們現在才六費後手 加上這次的企鵝 我們就已經打到14張了 14張如果等一下企鵝沒被解掉的話 下一頭我們是有機會直接 開門做斬的 那這邊再橫置 那選擇想一下要棄什麼東西 打到這個位置 場面沒有壓力 然後手牌支援這麼多的狀況底下 其實 超越這邊就基本上是已經贏了 很難很難輸了 這個位置 那我把一張門棄掉 手上一定是還有一張嘛 那抽到了一張智慧之光 那對方這邊過來抽牌 那先轉陣 轉陣了之後 這裡就要看他這一層能打出多少傷害 或者是 他要怎麼去處理我這張企鵝 那他這邊選擇迪杜斯 迪杜斯看山 迪杜斯也是馬娘之中 三費 不需要結場的時候最強的節奏了 那當然你三費後手 然後搭配蘿蔔出走的龍鏡啊 等等的東西 都是比較好一點點 喔這邊是找到了白人 所以我這邊就可以預想到 他等一下是會有白人在場的 就要稍微小心一下 那他剩四費 所以是沒有大和福特加加法術的 這可能性了 就比較安全一點點 那這邊再來他選擇特別招 特別招 那應該就看一張 看一張這邊是數值 那正常來說就會壓 壓進化啦 壓進化把體質上去 但如果他這邊壓進化把體質上去 因為我已經14張了 他如果這邊壓進化把體質上去 他的名譽幾乎勢必得要去 解我們這張企鵝 因為沒有解的話 我手上如果有三隻狗他就 有兩隻狗其實他應該就死了 所以他這邊選擇結場也是沒有問題的 把這隻企鵝解掉 我只要有兩隻狗 他就死定了 因為兩隻狗過完兩個盾 然後開個門 然後剩下 他剩下兩滴嘛 剩下兩滴 不管怎麼樣他都是 都會輸啊 因為我只要等一下 那我衝擊波 就好了 其實是蠻容易斬 而且我記得這把衝擊波已經在手上 那這邊 好 那這邊敲完換我 那七費 抽一個 抽個牌 七費這邊的話 因為充能-1 所以我是沒有辦法 沒有辦法贏的 沒有辦法贏的話 我就要想一下 下一層我怎麼樣不會死 就是至少那樣特別之後解掉 因為對方-8費-8費開小力帽的話 5-3加上小力帽 是8滴嘛 總共是16滴 這不會倒 但如果加了那隻特別之後的話 其實也不會倒啦 但特別之後再的話 比較麻煩的是有可能 會被第三隻的大盒加 第二隻的福特加出來 所以至少你要解一隻掉 然後留一點點費用 做後續的補充 如果需要的話就要去做使用 我手上是有白窗之鋒的 所以我至少可以 簡化一個打點 那場上盡量不要有太多東西 避免有機會被對方 利用那個錨點去讓大盒伏特加 直接做集齒 那我這邊是連鎖呼喚拿一張 拿了一張這個魔怨毀滅者 那抽一看一下 反正一定要把至少一隻怪解掉 最少要解一隻三公的 下一層比較不會那麼危險 這邊剩下五點的費用 那再做一次的魔力蓄積 衝更多一點點 避免等一下有需要去開兩扇門 有機會去做這件事情 有需要的話有可能要做這件事情 剛剛看到有一張數值在手上 然後一張指引 這邊應該是要拿衝擊 應該是要拿一打四 我看到 疾風噴射 衝擊波應該是已經在手上 拿一張一打四 點這個 特別咒 解掉特別咒 我們還有兩費 手上有白霜 所以等一下可以 等一下是絕對不可能會倒的 所以就選擇拿這個 然後棄一張隨便的東西 剩下的回牌 底 然後 直接選擇疾風噴射 一打四把這張 特別咒 解掉 算一下傷害嘛 因為這裡就是要看下一屯 我們要怎麼做斬殺 因為我們絕對不會倒 那就 再看一次 確認一下他數量 二四六八 十 就是 雖然說他手上有白人 但如果他下一屯不打白人的話 我們還要想一下下一屯要怎麼辦 因為 確實有可能會 被扣很大量的 這個咖啡 一隻獨咒給擋下來 那留兩費 面對 等一下是有可能需要 利用白霜的場合 先把他給留著 那對方這邊 抽牌 他如果手上沒有這麼多的咖啡 他就可能必須得要打 必須啦 我講我真的說必須得要打白人 因為你有兩張咖啡的話 你是可以破兩張的那個 但如果沒有的話 你也可以騙就是了 那這邊直接 啟動能力效果 點在頭上 我們剩16滴 然後 兩輪都推下來 再推8滴 總共是剩下8點的血量 那因為我知道他沒有費用了 所以我這邊就不用太過於擔心 就是去把這個墓地繼續往上堆上去 那進來的是連鎖呼喚 然後我們還有一個 掃 全場掃一的天使劍雨 那天使劍雨在這個位置非常好用的就是 掃了一之後這一張 白人會變成7血 那等一下我們可以用 可以送一隻的這個魔言毀滅者就直接解掉 不用送到兩隻 也不用有其他的東西去做進化 會比較危險一點點 那這邊等他放完 剩下7之後 我們傷害是絕對夠的 那這邊抽牌上來 後手 8費 那充了已經有21張了 所以如果我們有兩張門 甚至可以開兩扇門 那這邊再開一張連鎖呼喚 去把 可能再找一隻狗之類的 或者是找看看有沒有梅林 因為有梅林 有梅林 就代表我們 我們是可以把充擊魔拿上來的 那等一下就是一定 一定能做斬殺 那這邊拿梅林 梅林上來 確認一下傷害 只要有 如果我 這裡是三隻狗的話 就一定能斬 因為三隻狗 一直過 盾 然後會那個嘛 會死 然後另外兩隻過另外兩個盾 然後開門 下一通我們還有14滴 然後剛剛有找到梅林 就一定能斬 那我們這邊第一張去 過盾 過迪杜斯 那生4滴 那第二隻去過 米玉 那這裡米玉他沒有去找東西啊 因為 其實打 因為我們交手過蠻多次的 正常他也知道 打到這邊的話 他應該是要美的 如果說他這邊要檢索的話 呃就是 檢索一張大盒吧 但其實沒有差 因為我剛有拿 這個 我剛有拿梅林給他看了 那墓地裡面也沒有衝擊波 就算有衝擊波也沒差啦 反正不要把他消掉就好了 那這邊開門再回到我 那這是門的這個效果 那抽一張牌 14點打在頭上 然後三費 美玉 三費的衝擊波在手上 直接去做斬殺 那這邊另外一把是打DL的這個妖精喔 打到現在精靈的話 反而是 我覺得充能 巫師相對來講 難打的一個 的牌啦 因為前面 現在精靈偏 稍微偏控制一點點 那 除了DL出來之外 呃其實你沒有太多的目標 可以去做充能 那再來的話呢是 呃其實他只要在大象前一回合做出 不管他是野獸走嘛 他做愛麗絲等等東西出來 或者是他做一波的 這個DL衣服出來 呃你都必須得要花費用去對 那對完這個費用之後 你很高機率是沒有辦法 很高機率是沒有辦法去應對 呃對方接下來的大象的 很多人都會講說 啊白雙之風不就可以彈大象嗎 第一你手上要有 第二你要有費用 你留費用他不打 你要費用他不打 他繼續去堆場面 其實其實就可以了 等於說他堆場面 然後你不打 那你的進度有可能就會落後 那最後你還是贏不了 所以這其實就是我覺得 呃打到會打的精靈的時候 是一個非常非常難打的 那個對局的 那這邊一費瘋年技非常不錯 那兩費叮當 換我 現在的他的這副精靈是比較偏 前面就是走控場 沒有什麼太大的東西 那我們這邊進數值 那因為沒有一費我們就先過 然後等一下可能把這張 呃這個抽上來 連鎖呼喚看五爪一 找一張重要的東西 他在這裡是三費空過 那三費空過 代表他手上可能是有解牌的 就是可能像是 應該不會是 不確定是龍鏡或者是有反撲 或者是有 有這個小妹他不想打 都是有可能的 那我們這邊直接 進化數值 這也是不用花進化點的 因為我們進化了之後 因為手上面有一費的東西 所以也不需要再去做太多的事情 那這邊本來 預想是會吃一個反撲的 不過沒有反撲 那對方是非直接開 這個 那牆為一擊 那狠自守護 看看能不能讓這下不要敲到頭 不過我們有四費放兩張法術 這東西就是一定能敲到頭的 所以 就還行 那現在回到四費這裡 手上是有光明之路的 理想的狀態就是這個數值這一 turn 能夠敲到頭 因為其實我們只要前面能夠 打到兩個三點 就 斬殺就會變得非常簡單 不用仰賴 惡魔衝擊波等等的東西 那這邊一樣二看五 我需要去找 企鵝找梅林 需要去做前面的這個充能 不過 這裡五張是只有這個 貓頭鷹而已 所以我們就選擇拿貓頭鷹 看他順序之後放下去 那這邊這個-1-1就點在 零路 不是零路啦 點在那個路身上 那他變成3-2 然後去做貓頭鷹 貓頭鷹把光明之路棄掉 一樣是可以去做兩次的充能 這樣卡片在這版本加入其實對充能巫師還是有 不小的幫助 進來一張企鵝吧 那手上是有1打2的 所以我們這邊貓頭鷹先撞一下 讓這個叮噹變成1點 然後1打2去解掉路 然後數值-1-1的效果 讓這樣叮噹破壞掉 叮噹效果抽1 然後3點 這邊就是先搶到一個3點 其實算很賺喔 這種3點3點能夠搶到就是最好的事情 因為甚至等一下他如果不管場面的話 我們這邊3點敲一敲 10張 10張直接開門都是有機會做斬殺的 那這邊手上手牌7張沒有爆牌 對方這裡是5費嘛 5費莉莉看兩張 這邊看不到東西其實蠻正常的 喔 因為現在構築可能就是3張莉莉 然後3張蒂亞就沒有了 所以你打1張下去 你只會有5張的東西可以看 就其實蠻難的 那選擇進化 那他打的是好的 就是他這邊選擇進化 噴 是噴在貓童鷹身上 把貓童鷹噴到底下 因為貓童鷹鷹虛死掉的時候他其實還會 再弄1隻 所以他這樣打是最好的 那費用做完了 把我們場全清 再換到我們的回合 這裡的話就是 繼續做進度 因為我們打到現在第5TN了 到我們的進度其實只有3而已 那張數字 是不算在進度之中的 因為他是生物牌 我通常會把他放在左邊了 只是當下首順就先把他放到右邊去了 那這邊就必須得要把場給解掉 然後稍微問一下他的手牌章數 他手牌章數現在4張 所以如果把場全清 他打大象的話就是一個6滴吧 我算一下5張大象下去 還是5張 對是個6滴的傷害 就沒有很痛 反正我沒有20血 是這一張大象是不會怎麼樣的 沒有關係 所以這邊可以把費用打乾 然後去稍微做一下進度 剛是拿了光明之路上來 那我們拿一張抽1 7張 然後效果減1減1 選在了小梅身上 反正我還會在智慧之方再抽1 就把它解掉 打到大象的時候 如果你沒有辦法去對他的東西 你場上要有好一點點質量的生物 就會比較好一點點 那因為我8張牌 爆一張抽1 7一 7一抽1 然後再7一 因為這樣子下一層你去減量大象 你才比較有機會可以留下一層可以去 再下一層可以去對下一隻大象的這個可能性 那他這邊就直接選擇大象 5張牌 所以這是一個6-6 6-6直接擊尺打頭 那我就選 直接只能吃 這沒辦法 那回首封殿器的效果會在額外再抽1張 這會在結束之後才去做選擇施放 那再回到我們 這邊就再想一下 剛只吃6滴而已 等一下 就算再吃7滴也不會數 所以我們就是繼續堆進度 因為大部分的情況底下你必須得要有15張 然後搭配魔言毀滅者跟1張門 你才能夠去做可能兩隻狗狗撞頭14滴 搭梅林 衝擊波梅林 這樣子的操作 通常會是這樣 那如果不是的話呢 你就可能必須得要靠其他的東西 像我這把我就在 醞釀說 也許我有機會 可以用場上的數值等等的東西 就直接去做斬殺也不一定 那剛剛放了一張智慧之光之後 是他的血量是剩下5滴 那我們再來企鵝去做抽率 反正只要能夠把這個解掉 就沒有太大問題了 把魔獄雷擊擊掉 我們現在也有10張的法術了 剛5滴的時候才4張嘛 現在突然就來到10張了 這速度其實也是比想像中快一點點的 那前面會比較慢 最大的原因還是他把我們那張 貓頭鷹給彈到牌頂了 所以牌底了 所以會比較苦一點點 那這邊先選擇再自撞一下 剩下4點 7張法術 然後去看一下 進來的是梅林 所以等一下我是有機會 梅林衝擊波梅林的 梅林衝擊波進化梅林的 如果他場上的東西是有剩一些的話 因為梅林衝擊波進化梅林就是一個6點的傷害嘛 那場上的東西他現在剩17滴 然後這個數值可以敲到頭 剩14滴 如果這兩隻東西他選擇不解的話 我是有機會直接做斬殺的 那我這邊契爾直接站著 契爾直接站著也是 讓我們下一趟斬殺機率高一點點 他這邊就要稍微思考一下了 不過因為進度打到這邊了 他如果繼續解場 其實他也是很難很難贏的 好 那他這邊選擇直接大象 是一個手上是還有6張牌 一個七七 直接七弓在敲頭 這樣兩下扁完我們就剩下7點的血量了 那他這邊再打下一張就代表他希望下一趟進白銀嘛 就是這邊橫置如果沒有的話 橫置進白銀可以去做斬 那剛剛他剩14滴這邊敲頭 這邊敲頭3滴3滴3滴2滴他剩9點了 9點開門 開門 這邊除外10張的法術 讓這張門變成7費 那除外變7費之後 然後再次的確認一下傷害 9點這邊再3點他就剩6點 6點企鵝再打 就剩4點 那就可以用梅林進化衝擊波把他給解掉了 這邊剩4滴那我們就梅林 3費而且還有兩顆進化點所以是絕對能斬殺的 好那衝擊波 之後呢3費 施放衝擊波打頭3點 然後在2費進化梅林 再選擇施放衝擊波 就獲勝啦 那這支影片就差不多到這邊告一個段落了 之後我會用比較好一點的方式可以讓大家看到 同時看到手牌然後用 比較高的角度去拍讓整個牌面會有更好的 這樣發揮那如果你們喜歡看 這類型的實戰卡牌影片的話呢也可以到 留言地方去跟我說 下個版本呢 28號就上了那 我會盡量的弄一些牌來去跟大家去做實戰的這個討論跟演練 那在大家再稍微做期待吧 非常感謝大家收看我們下支影片再見囉拜拜 來吧 謝謝 謝謝 咻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